教育部长吴欣金也特意写了封祝贺信给全国家长跟老师 但是这里头洋洋洒洒1700多个字都在赞扬自己任内的政绩 让许多家长跟教师看不下去 认为这样根本就是假祝贺真吹嘘 又到了一年一度教师节 虽然学校不放假 但还是少不了学生对老师的感谢 身为教育部长的吴欣金 也特地发文给全国家长和教师 不过说是要祝贺教师节 怎么里头的内容让人看了很傻眼 两封信件比一比 除了首尾两段的收信对象不同 其余洋洋洒洒1700多个字 统统一模一样 部长应该了解很多老师的士气不高 然后部长如果没有办法提案 部长如果没有办法安抚抚慰 那宁可不要写这个信 没错收到信的老师和家长可都一把火 因为里头写满了吴欣金 自认为任内畜臣的政绩 除了大学排名进步 恢复师夺奖等丰功伟业 就连祖父母节也不忘提上一笔 让全教会批评 这根本是假祝贺真吹嘘 不只是教师代表不以为然 连学生家长也很难认同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 蛮失败的 表面上文章是蛮好看的 可是真正有落实到 学生有受益到多少 觉得非常像 是跟总统报告他的政绩的信 那要报告政绩也可以 麻烦换一个时间 换一个方式 本来好意祝贺教师姐 却因为大秀政绩被骂到臭头 只能说教育部长的诚意 还得好好加油 三天新闻综合报导 而马上